大家好,我是妈妈 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人都在探讨经济内循环 所谓经济内循环,通俗一点说法 就是国内生产,国内消费 但问题是,大家的消费能力强吗?足吗? 据统计,全国6亿人,人均收入1000元人民币每月 国内月入5000元收入以上 交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大约在6-7千万人 扣除一些个体户以及自由职业者 应该不会超过一个亿 一个人收入五六千元,要养家糊口,都有点吃力 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水电费,交通费,生活费等等这些 都是要钱的 月入五六千元,也只能过上温饱生活 要过上品质生活,那差得远了 更何况还有很多人收入不足五千 钱包没钱,哪来的品质生活? 哪来的钱消费?买车,买房?哪来的钱消费? 虽说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收入也有一点点提高 但是钱也贬值得厉害 去年的漏包1.5元一个,今年就要2.5元了 何况这些年房价的节节高涨是有目共睹的 资金是逐利的 大家纷纷把钱投入了房地产行业当中 吸取了大量的社会闲赏资金 据说光商品房总市值就高达450万亿 超过欧美日总和 中国人都把钱投入了房产中了 大家不是在买房的路上 就是在还房贷的路上 房产已掏空了很多人的积蓄 甚至动用到了两个父母和自己的六个钱包 还要背负二三十年房贷 有数据显示 国内有两亿家族,四亿房屋 每个月都在为还房贷交投烂额 为还房贷省吃俭用 喝稀饭,配咸菜 你说哪有钱来过有品质的生活 哪有钱来高消费 房子本来就是中国人一生最吃力的消费 这几年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小县城 澎湖区改造 推动房地产价格又涨了一波 房价,房费的比比皆是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压力可想而知 房子太值钱了 导致其他商品不值钱 也导致了消费市场预证乏力 房子价格猛涨 是导致消费市场失速的推手 有钱有消费能力的权贵家庭 喜欢到国外旅游,国外买奢侈品 动辄几万几十万 在国外买一个包,买一个表 也不愿在国内花几百元买包和表 这两年各类经济持续下滑 各行各业都很难做 尤其今年受疫情影响 小微企业关门,倒闭,随处可见 降薪,降薪,财源 已经成为常态 就业困难,失业下岗增多 无钱可挣 衣食住行,尚且都在苦苦挣扎之中 房子的购买力从哪里来 没钱,内循环怎么能动得起来呢 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网友的评论 有一位叫步步的网友说 不敢消费,消费不起 有一位叫天下一组的网友说 利用民生最大限度的押取经济价值 还有一位湖北的网友说 我们这十大县小县城 鼓励农民进城卖房 还发现农民没有了地 还活着有什么意义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